各位同学,以下这条片段是示范怎样更改在Schoolergy里面你以往用过的显示的名称 很可能是第一,因为你刚才上课的时候的设定是随机的设定 第二,可能因为你在中三的时候曾经用过这个户口 就要更改一些个人资料,例如班别班号 这个就是设定的程序 在网页里面登入这个版面之后,在右上角按三个形 然后你会看到account settings,你按进去 你会看到first name和last name应该有一些简单的资料 按这个要求打回要求的文字 first name需要是你的中文全名 而last name需要是你现在的班别和班号 这个格式就是例如5Y33 留意一下格式是这样的要求四位字母或数字的 然后在时区那里你要留意一下 因为某些货业的时限是会到上午几点钟的 所以那位同学最好可以在这里设定香港的时区 在这两个星期里面,Schoolage通常都是处于一个维修的状态 所以你可能会有时看到这些unavailable的字眼 你可以试一试,重新再进入这个版面 你可以看回右上角 刚才所储存的更改,其实已经适用了 你都会看到时区是对准的 这个时候代表你的姓名,分别班号和你的时区是准确的 这个设定就算完整的了